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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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发现了皮特 杰米在接受投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 皮特不愿意售买程序 就在此时 电脑弹出一条新闻快讯 拉格嘴折皮特的投资人竟然挂掉了 原因是受骗接受了廉价的上传且上传失败 为了帮助皮特收集更多的信息 小美趁主管离开办公室时偷偷查看主管的电脑 主管竟然有贩卖记忆数据给黑市的嫌疑 而小美电脑的授权用户还有一个匿名账号 拥有控制权限 此时有人走进了机房 看来是个内鬼的样子引爆了伺服器 湖景的数据出现了波动 湖景庄园变成了湖景事件 员工们赶紧进行紧急维修 诶 等等 这个炸机房的人究竟目的何在 难道因为喜欢我的世界的画风 小美利用备用电源把匿名ID抄了下来 顺利溜走 但小美与皮特感情过于亲密的行为 还是被主管发现了 主管直接取消了小美的权限 接替了小美的账号 并且拒绝了皮特思前想后新鲜出炉的告白 心烦意乐的皮特决定离开湖景庄园 他拜托马马给他换个地方 马马带着他的硬盘 来到了一个比2G更加土味的地方 主机次世代画面 一下子沦为夜游画面 皮特有点懵逼 老板告诉马马 只要购买100年可以直接打一手 叮咚 得知消息的卡卡和小美一起杀到 皮特心软了答应回去湖景 卡卡拿着硬盘出门 没想到此事意外发生了 一名发气线略高的男子突然冲了出来 抢走了硬盘 停下 有人抢了我的男朋友 快帮忙啊 可微光的路人一脸懵逼啊 谁又能想到 他的男朋友是一块硬盘呢 走投无路的男子把硬盘扔进了水里 卡卡不顾形象的跳进水里寻找皮特 小美冷静的告诉马马 其实刚出门的时候 他已经预知了危险调换了硬盘 皮特安然无恙 小美因为保护皮特有功 被卡卡五星好评送回了工位 他一回来就抱住了皮特 两人解除了误会 哦 小美才是他的灵魂伴侣 虽然卡卡家世显赫 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剑架骨能戳破枕头 但怎么也比不上小美啊 小美是他见过最单纯 最善良的女孩子了 他决定找个时机和卡卡说分手 很快迎爱了胡锦庄园新版本更新 总监召集了众天使开始宣讲相关事宜 此次更新 我们修复了用户不爱花钱的问题 更新了更多的bug和花钱的项目 为了保证更新 总监再三强调 一定要劝把所有客户在今晚进入睡眠 更新这天翘是感恩节 整个庄园超级热闹 此时 杰米就要回电话了 皮特得知了一个不得了的消息 杰米之所以一直一直一直不回电话 是因为 他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一个不小心 睡了卡卡 心存内疚的杰米为了表达歉意 把用来升级服务器的三千块送给皮特 皮特终于有钱去2G世界待一阵子了 得知皮特要搬到2G的卡卡赶紧过来挽留 皮特趁机跟卡卡说分手 卡卡不得不告诉他 之所以让他住进湖井庄园 是为了保护他 因为有人想要除掉他 在皮特的逼问下 卡卡选择闭嘴消失 回家跟爸爸吵了一架 要不是当时他去把皮特的车调为乘客优先 保护了皮特不当场死亡 他压根没有机会上船到湖井庄园 卡卡那么爱他 可皮特却要和他分手 皮特失去的只是一条生命 他失去的可是爱情啊 6666666 爸爸很失望 女儿实在太感情勇士了 作为幕后黑手藏了一记 本不想那么快出来的 不过他不动手也没关系 整个上载产业的大佬 都已经在想办法除掉皮特了 这头皮特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小美 他觉得有必要恢复记忆 小美表示这次更新会重新调整内存 只要皮特不睡觉 就可以恢复之前的记忆 等一下 还有 我和他分手了 两人互相交换了感恩节礼物 小美送给皮特一个神奇的道具 点击即可看到湖井庄园物品的代码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吗 很快到了睡觉的时间 周天使分分给自己服务的客户 调了睡眠模式 之后让系统自己更新 小美找借口留了下来 他唤醒了皮特 皮特受损的记忆终于全部恢复 然而恢复的记忆录像里 杰米拒绝了卡卡父亲的投资 但皮特为了赚钱背弃性意 满者杰米准备把程序资料 拷贝一份卖给卡卡父亲 得知真相的小美很失望 皮特对自己也很失望 收拾行李去2G流量区 他打电话向小美坦白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然而危险阵吵小美逼近 之前抢硬盘的男子开始追杀小美 小美从窗台跳下逃命 而皮特不管自己流量正在耗尽 利用之前小美给他的弹马笔 为小美寻找生路 他把男子引进电梯 通过疯狂的上下摇摆 杀死了男子 小美终于获救 而皮特的流量很快就用完了 小美找老爸谈心 老爸表示这一切还是疑点重重 他认识一些反智能运动的朋友 说不定可以给皮特一些支持 于是小美给皮特回了一通电话 他爱皮特 所以会有他一起揭露幕后真凶 而皮特接完这通电话 最后的流量用完了 他被冻结了 此时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皮特面前 此人便是卡卡 他给皮特加了一句流量 兴奋的告诉皮特 为了证明自己的爱 他上传了自己 皮特吓得再次把流量放完 上载新生第一季结束 本季一共有十集 匿名ID是谁 幕后更大的黑手是谁 反正运动是个什么组织 一切都只能等第二季揭晓了 估计的生活很美好 但是不得不说 从上传的那一刻开始 你就成为了数据 数据随时可以被黑客入侵 或者因为硬盘损坏而抹杀 所以身处高位的大佬 非常没有安全感 片中也提到了 有大佬化了40亿 消载回克隆的身体失败 导致人体爆炸的经文 这似乎也表明了 人类对于实时赛赛的永生 有着自自不倔的追求 一起期待第二季的到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关注地下11楼的孙琪 我们的目标是 搞事搞事搞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